陣小姐我們開庭情侶要不要先講一下 一人雞排妹提告網友情人節來開庭 就這麼剛好 漢詩對頭 同樣也是被告的陳怡 同時間抵達 你在情人節來開庭會不會覺得很讚 不會啦 可以跟你們一起 共度情人節 蠻好玩的 穿著雞排妹受訪 陳怡鑽到後頭先安檢 兩人倒是意外同框 如果有被告啊 願意當庭跟你道歉 你願意策告原諒他們嗎 沒關係 我目前都還在還蠻前面的階段 雞排妹不滿日前提告週刊求償 敗訴後 陳怡和網友發文和留言 說他是法院認證的小三 因此提告多人加重誹謗罪 我想我應該也不會和解 因為我就是就是合理的言論主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去 對於自己沒有做錯的事情 去道歉或是和解的話 那就是會反而造成一個寒殘效應 很多網友都不敢公開合理的 表達自己的立場 不打算為言論道歉 但陳怡和雞排妹早就槓上 你知道我把你的電話號碼 公布在這裡嗎 日前因為雞排妹涉嫌在網路上 公布對方電話遭到起訴 案件持續開庭審理中 如今雙方再為了網路貼文護槓 這場訴訟也讓兩人的法律戰局 戰線再延長 華爾新聞網主藍洪志台北報導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 要olved interrupt during part time 很多 beispielsweise 會召悸 謝謝 iger 我會喝